因为疫情金融市场波动大 不过许多劳工关心的劳动基金 在2020年是赚钱的 累计收益3164.4亿元 累计收益率7.35% 其中规模最大的新制劳退 收益率达到将近7% 萤幕前可参与分配的账户 大约12005万个来算 平均每个账户可以分配到 大约1.4万元 是近5年来的第二高 劳保局预计这笔分配 会在3月5号的时候入账 尽管去年上半年受到大环境影响 劳动基金也亏损 但下半年各国相继采取 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或是其他财政措施 推升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回稳 劳动基金也转亏为盈 我们的基金是属于大部分的资金 我们比较看重的是属于 有前景的 它的获利性很佳的 它的稳定性高 它的流动性比较充足的 像国内包括台积电 红海 联发科等都是投资标的 不过因为每位劳工 退休金提早的时间和金额都不同 对基金运用收益的贡献度也有差 所以可以分配到的金额 也会不太一样 1.4万元是推算估算出来的 平均分配金额 - 绿川 wenn你用锅码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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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码碑